财富贸 赞养 陈德明此行目的在于 考察自由经济示范区相关规划 重要台湾企业与大陆来台投资企业 并且将与陆资企业举办座谈 台湾反对党则认为 陈德明密集拜访台湾工商团体 是为了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施加压力 许多反对服务贸易的民众借往抗议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11月26号晚间 在海基会总部会建成德明 包括反黑乡服贸民主阵线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法轮功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 等多个民间团体到场示威抗议 此外由台湾竹联邦创邦元老张安乐 创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 也到现场声援海协会 张安乐外号白狼 曾遭到台湾官方通弃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宗旨 包括中国统一 设立台湾特区 台湾特区的区旗沿用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等 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 常务理事杨岳青 拿着刘晓波的照片 到现场抗议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今天我们来的两大诉求 第一是反对不冒协议要求重启谈判 因为不冒协议虽然马亦九政府已经签了约 可是没有经过台湾人民的咨询了解跟同意 所以我们要求要重启谈判 第二我们要求释放一切的中国良心犯 包括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 因为写文章 我先生跟他一样 大家都是文人 也不过就是一支笔 要求人权 要求民主 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文人 竟然还要被关押在中国 这个是中国的耻辱 所以连自己国家都没搞好 还要到台湾来欺骗台湾人 我们觉得很可耻 杨岳青的丈夫是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发言人魏阳认为 中国因为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才透过海协会这样的非官方组织 来跟台湾签订贸易协议 他呼吁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跟海基会长林宗生 他们这两个会其实就是象征了 它象征的是一个很大很巨大的黑箱 表达不出而言人说 未来的金贸谈判应该要正式化 要法制化 要透明化 然后现在这种黑箱机制谈判的后报协议 应该立即停止 应该立即停止 在陈德明车队进入海协会之时 有女性抗议者冲过警方封锁线 张开大字报 不过随即被警方架出场地之外 海基会董事长林宗生 则在欢迎陈德明时表示 台湾是多元社会 陈会长今天到机场 与12年前来时应该会有不同体会 两岸关系发展会有不同声音 不同意见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当政府听到了全部的声音 充分了解民意之后 会做正确的决策 陈德明曾任陕西省省长 发改委副主任 中国商务部长等职务 陈德明将在台湾停留八天 并且将跑遍全台湾 除了北部之外 还参访包括 屏东 高雄 台南 嘉义 台中等地的企业 预计12月3号离开台湾 美国真记者黄耀毅 台北报道